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认为无论人体哪个部位的青筋出现异常 都是身体报警的信号 它反映人体可能出现了痰 湿 瘀 毒等机制不能排泄出体外的病症 皇帝内经语 经脉者绝死生条虚实 不可以不通 所以青筋暴突是人体压健康的表现 甚至可引起严重的疾病 今天就让小关来告诉你如何从手上的青筋看出你的健康状况 在开始今天节目之前 还请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支持对小关非常重要 谢谢大家 首先 如果你的身体上青筋到达凸起 扭曲紫黑时 往往表示体内机制的废物阅读 甚至表示大病僵制 所以身体上任何部位出现青筋都代表着相应的部位出现了问题 一 手上的青筋 首先是手背青筋 手背青筋提示着你的腰背部有机制 容易导致腰肌劳损 疲劳乏力 常见腰酸背痛 甚至出现肌肉紧张 硬节节 手指背面的青筋呈黑色 可能患有颈椎肥大症或者腰椎病 其次是手指青筋 成人手指青筋不但提示消化系统有问题 还反映了头部血管微循环障碍 脑血管供血不足 头部不适 严重则头晕 头痛 中风 另外是手掌青筋 手掌中的大拇指根部有青筋 代表心脏动脉硬化 青筋越粗 代表病程越长越重 病人常常会感到心前去有不适 青筋较细较浅 代表患病时间短 多数病人平时心脏不会有明显不适 只是在劳累和心情不好时会有些胸闷 休息过后就会好转 手掌中的大鱼剂外侧有青筋 代表心绿不齐 心脏跳得快慢不一 有时会有枣脖 心肌 心慌的现象 手掌中的大鱼剂底部有青筋 代表体内蚕湿重 以对心脏及关节造成影响 而且还会伴有腰酸背痛 关节疼的症状 手掌中的食指外侧有青筋 而且青筋长 颜色深 说明小时候身体不好 不好好吃饭 肝肌重 消化功能弱 营养不良 常常生病 体质很弱 有的地区孩子生病时就用针扎破这根青筋挤血 不论是感冒 发热 还是腹痛 腹泻 将两只手此处的黑血挤出 孩子的病就会减轻 过一天再挤一次 挤的血只要是鲜红的 孩子的病就基本痊愈了 如果还是有黑血 过两天再挤一次 直到挤出鲜红的血为止 在治疗期间 孩子要多喝温水 不能吃寒凉的食物 食物要尽量做到细 软 烂 有利于消化吸收 手掌中的中指中部有清筋 代表常常头痛 头晕 如果大拇指的外侧也有清筋 说明从小就患有头痛 头晕 多数都是先天不足 造成脑部供血少引起的 手掌中的中指根部有清筋 代表脑动脉硬化 如果只是出在左 这里的左是靠大拇指一侧的为左 表示左侧脑动脉硬化 及经络不通比较严重 头部左侧容易出现不适 如果出现在右侧 说明右侧脑动脉硬化 及经络不通比较严重 头部右侧容易出现头部不适 如果两侧都有清筋 而且颜色较深 说明脑部的动脉硬化 已非常明显 手掌中的小指外侧出现清筋 代表先天肾气不足 小的时候容易一尿 大了以后同样会出现肾脏方面的毛病 而且腰腿没劲 酸软 同样使清筋越长 越深 病情就越重 手掌中的中指下部 手掌上部的区域是颈的部位 如果出现清筋 代表假装现有问题 或者有慢性咽咽 以及中医说的霉合器 是颈部经络不通的标志 手掌中的大鱼剂上 生命线内出现清筋 代表过敏体质 易出现药物过敏和食物过敏 容易患湿疹 牛皮癬等皮肤病 二 头部的清筋 一 太阳穴清筋 太阳穴清筋往往提示头晕 头痛 当太阳穴清筋突起 扭曲时 表示脑动脉硬化 紫黑时则容易中风 二 额头清筋 额头清筋提示 长期劳心劳力 紧张 工作压力或心情压力大 可能患有甲状腺 肌能抗紧 糖尿病 三 鼻梁清筋 鼻梁清筋提示肠胃机制 容易胃痛 腹胀 消化不良 大便不力 紫色时则情况更加严重 四 眼带清筋 俗话讲 皮须眼带大 肾须眼带黑 眼带清筋往往提示腹科疾病 月经不调 带下 五 嘴角塞下清筋 嘴角塞下清筋往往提示腹科疾病 带下失重 疲倦乏力 腰气酸软 下肢风湿 可能患有风湿病或者下肢疾病 六 舌下清筋 舌下清筋相应于人心脏的冠状动脉 容易引起心脏疾病 心肌劳损 如果清筋突起 扭曲 紫岸 则容易发生冠心病 三 胸腹部中的清筋 首先是胸腹部清筋 胸腹部清筋多注意乳腺增生 经形乳房 胀痛 情质 抑郁 其次是腹部清筋 俗话说 清筋过度 这已经是比较严重的机制 成人肝硬化腹水 腹部清筋往往是比较难治的疾病 四 下肢中的清筋 首先是膝部清筋 膝部清筋提示膝关节肿大 风湿关节炎 其次是小腿清筋 静脉曲张严重者 往往发生腰腿疾病 风湿关节痛 特别多见于酒站的老师 酒行的农民或喜欢走热时冲凉的人士 因为寒则入骨伤筋 这是许多人日常生活中不够注意的问题 最后酒肌成疾 甚至影响高血压很难下降 清筋的出现不仅影响美观 还是身体机制代谢废物的一个反应 要让清筋消下去 最靠谱的方法是注意清理脏腹 多排毒 但排毒不只是拉拉肚子就完事了 而是从血管到脏腹都需要定期清理 如何清理呢 首先要确保自己能正常的一天一次大便 其次清血管和肠胃 小关在这里告诉大家三大清肠小能手 还你一个健康肠道 首先是糙米 净化血管排毒素 糙米含丰富的蛋白质 纤维素 矿物质 铁质 及维生素 能有效提高人体免疫力 净化血管 促进新神代谢和血液循环 帮助消化及清理肠胃 为肠道输送源源不断的能量 研究显示 长期进食糙米有助将毒素排出体外 此外它还能平衡血糖 防止尿酸过高 预防便秘和肠癌 这里小关在教大家一个烹饪方法 五豆补一糙米粥 可护肠胃粗消化 食材 糙米 黑豆 赤小豆 大豆 梅豆 绿豆 做法 一将五种豆类分别淘洗干净 二黑豆 黄豆 用清水浸泡两小时左右 捞出沥干水分 三红豆 梅豆 绿豆 糙米 用清水浸泡约一小时 捞出沥干水分 四高压锅里 倒入六碗水 放入沥干水分的糙米和豆类煮 大火开始煮 煮开锅了盖阀 等阀刺气了 在中火煮15分钟后 关火 五 然后放在锅里闷着 最好闷15到20分钟 即可食用 其次是菠菜 清热毒 防止便秘 菠菜能清理人体肠胃里的热毒 防止便秘 使人容光焕发 菠菜叶中含有一种类胰岛素样物质 能使血糖保持稳定 菠菜还含有大量的抗氧化剂 具有抗衰老 促进血包繁殖作用 既能激活大脑功能 又可增强青春活力 防止大脑老化 这里小关再教大家一个烹饪方法 清炒菠菜 可促消化 抗衰老 食材 菠菜 油 盐 鸡精 做法 首先菠菜摘去老叶 黄叶 把根切除 浸泡洗净 立干待用 其次锅里放适量植物油 油烧至七八成熟 然后将菠菜倒入锅中煸炒 煸炒至全部变色 加适量盐 加适量鸡精 调味 翻炒集成 另外是海带 清除毒素 防肠癌 海带属于碱性食物 富含的点 可促进血液中 三酸甘油脂的代谢 海带中含有一种 叫硫酸多糖的物质 能清除附着在血管壁上的胆固醇 使胆固醇保持正常含量 海带中的褐藻胶 因含水滤膏 在肠内能形成凝胶状物质 有助于排除毒素物质 防止人体吸收签 隔等重金属 排除体内放射性元素 同时有助于治疗动脉硬化 并可防止便秘和肠癌的发生 这里小官教大家一个烹饪方法 腊炒海带丝 可保护血管 排除毒素 原料 海带 尖椒 做法 海带切丝 青椒切片 尖椒 将切好备用 锅内加油 七成热入尖椒 将爆香 入海带丝边炒 加入适量盐 糖 醋 生抽 入青椒炒断生 出锅前加入少许鸡精调味 当然了 关筋治病也要根据个人情况而定 有的男士本身血管就比较粗大 有的人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 静脉血管也要比一般人明显 有的人喝酒运动后 血管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凸起 因此没必要一看到青筋骨起就紧张 而应在平时留心自己身体各部分的青筋情况 若发现与往常不同 就要多加注意了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如果您对关筋治病也有着自己的看法与见解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给大家 喜欢小关别忘了点击订阅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